买越野车就买比亚迪方程报报五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一说方程报报五是谁这个发明 以及这个就是过程当中组织研发工程设计啥 你就知道了 你们猜是谁 比亚迪老板王传福王老板设计的 听清楚啊 设计然后这个组织研发过程当中 所有的工坚的技术难点 所有都全程都是王传福老板啊 很多工程师就是为了试验这个报五啊 就是这个这个越野车到底有什么样的性能 是吧 怎么发挥的最大的越最大的作用 发挥的最强的越野能力啊 以及这个报五这个就是在这个野外啊 就是比如说这个旅游路营啊 就是呃住的舒服舒服啥的很多工程师 在车上都住了很长时间啊 就是有有一个内部人士跟我说了很多啊 就包括这个所有的很多创新人啊 就是就要比同级别的传统越野车要领先一个时代 一个时代知道吗 所以说为什么这个报五一上市啊 方程报的品牌一上市 本来订单现在也挺多啊 回头来看看多少订单了啊 就是为什么呢 一家企业的老板千亿千亿的身价啊 企业的老板千亿的身价 然后也是技术出身 能组织研发自己整整一款这么强大的车型啊 那肯定销量不会差点啊 对不对 所以说啊 买越野车就买新时代新能源的电动 我混动的就是比亚迪方程报报五 就没错 就不准备了